19号一早布林肯来到钓鱼台宾馆 和中国最高外交官王毅会面 一抵达现场布林肯没有马上下车 似乎是因为王毅不见人影 不但没有亲自出来迎接 布林肯上前握手致意时 王毅一点笑容也挤不出来 战狼外长姿态颇高 两人稍后举行会谈 王毅强硬地表示 在台湾问题上没有妥协余地 布林肯是五年来 首度访问北京的美国国务卿 更是在二月发生中国间谍气球事件 首位前往中国访问的美方高层官员 但是却似乎遭到中方恶意冷落 从布林肯抵达的那一刻 没有红地台也没有欢迎队伍 阶级人员是外交部 北美大洋州司长杨涛 还有美国驻中大使伯恩斯 并没有同等级的官员 整个画面空荡冷清 对比今年四月份访问中国的 法国总统马克宏 不但是有庞大的维安部队 还有礼宾仪式欢迎 完全以最高规格来迎接马克宏 而2009年欧巴马新政府上任时 国务卿希拉蕊也是首次访问中国 当时一下飞机就有红地毯 人员献花 布林肯这次的接机待遇 和他这场访问所代表的重要性很违和 让各国媒体看了纷纷直言 这是北京羞辱布林肯的开始 瑞典观察家也表示 范德莱恩氏的欢迎 就是北京的外交冷带 接下来美方要与中国相向而行 用我们的话来讲 就是要务实 要有建设性 不能光喊口号 所以既然来了 希望布林肯能珍惜这个机会 中国学者更说 布林肯这次来访 中美关系谈不上破冰 只能算是结束双方将冷的局面 东森新闻国际中心综合报道